7月28日的MIRROR紅館演唱會 發生嚴重舞台事故 重大600公斤的大電視突然跌落 擊中27歲的男男男人李啟賢 導致她腦出血及頸椎爆裂骨折 經過幾次帶手術後 阿Mo被送入ICU繼續接受治療 她的父母得知消息後 立刻由加拿大趕回香港 這幾月以來 阿Mo的爸爸媽媽基本每日都去醫院探望兒子 由於傷勢嚴重 醫生診斷阿Mo的頸椎95%不能完全復原 家屬既痛心又無奈 唯有接受現實 李爸爸謙誠為兒子祈禱望神打救 希望有奇蹟出現 上星期 家屬透露阿Mo的情況已有危殆轉為嚴重 今日有最新報導 阿Mo終於成功脫離呼吸機 不過李爸爸擔心 在沒有呼吸機的輔助之下 有可能出現痰疫積罪而引起病發症 最令父母覺得因為的是 阿Mo已經可以漸漸恢復說話 而且這幾天還跟家人說了不少心底話 李爸爸轉述阿Mo的說話 我已經接受了自己將會一段很長的時間 在醫院治療 我會安然面對 唉 實在是令人心酸 阿Mo 繼續加油